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重音、断奏和持续音的输入 这三种音的输入呢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是边写谱边输入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先写谱写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要的断奏 或者是持续音或者是重音给它补上去 好,我们先讲第一种方法 还是把你的这个鼠标器的箭头移到这个keypad上面 点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重音 这个第一个是重音 第二个叫做断奏 第三个叫做持续音 好,我们先讲这个第一种重音的输入 这个重音的输入呢 边写边输入呢 是先把这个重音点击好 先把这个音点击好 然后点击这个重音 然后这个音我们写上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重音已经在上面了 点击上面 比如说我们输入这个C 然后同样 我们把这个音选好 然后选择一个这个断奏 然后我们也有的人叫做跳音 然后我们把它写进去 这个点击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好,第三种呢 就是这个持续音 先把这个选择好 然后把持续音点击 把它变成蓝颜色的 叫highlight 然后把它点上去 这个持续音已经在上面了 这个地方还要说明一点的 就是这个三个符号呢 我们可以重叠的输入 怎么叫重叠输入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又是持续音 又是强音 那我们把它两个都选择掉 然后点击这个音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上面又是持续音 又是重音 然后同样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音 不要这个 把这个强音和这个断奏 一起选择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就是 一个跳音 一个断奏 一个重音 这个是边写 边把这个要输入的这个重音 或者断奏 或者持续音 输入进去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是要把这个已经输入好的这些音 把它加上断奏 或者加上重音 或者加上持续音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把这个音选择 变成蓝颜色的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 比如说我们要选择这个 Schedule 叫做跳音的话呢 这个断奏的话呢 点击这个音 上面看看 这个点就已经下来了 然后我们再选择 这个音 然后我们再选择 我这个音要持续音 我们就把这个音 摁一下 大家就看 这个持续音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音我们要把它选择 重音 选择这个地方变成蓝颜色的 我们已经选择了 就是highlight 然后点击这个 重音 这个上面就出来了 好 那么说我们这些谱子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写五到六页的这个谱子 都有这个重音断音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多种选择 好 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 先把暂时把它去掉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些音 我们都要把它选择成为一个 都是断奏的话 我们就选择 把这个选择好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选择下来 然后选择好以后呢 我们这按这个断奏 所有的上面都显示出断奏了 大家看这个点就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即算有五页子 十页子 十页子 全部要断奏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都写成断奏 好 现在我们说 同样的 我们把它 所有的我们都选择成持续音的话呢 怎么办呢 好 我们同样的 选择 所有的 变成持续音 我们按这个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音符选择的都有持续音 大家看 这些音上面所有的都持续音了 然后我们选择的 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强音不可能每个音都强 所以我们选择也可以间断的选择 这个 比如说这个每一个小节里面的第一个音 然后按上你这个这个选择 按上这个control就是控制这个键盘 然后我们选择每个小节的第一个音 我们已经把它这个highlight了 然后把这个重音按上去 所有的小节的第一个音 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音已经把它这个重音已经出来了 好 今天这个关于这个重音断奏 以持续音的这个输入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再见